Hello,大家好,又是我西贡Fanky 自从全面设立之后,成交是很明显的上扬了 不过价位来说,随着息口仍然高企 和一手在一个叫砧价清销之下 令到二手市场的价格其实是持续受压的 而有个别的单位更加可以说是一个惊人的砧价幅度 好像我今天带到大家来到西贡半山南山村一间双豪屋 就是我身后一间的超低价的成交 2100尺的全洞村屋,3000尺的花园 看到开洋的景观,但价钱成交只是1300万而已 你没听错是1300万这么低价 这个这么低价的成交,如果我们追索原业主去放盘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经年的时间 当时是超过二千多万的 所以现在的价钱来说是辟足超过一千万 那看看原因在哪里呢 原来这条路是私家地来的 不属于这个单位的业主 可能因为这个业主和拥有这个私家地的业主来说 一来他买不到,或者租不到,甚至是可能有些争拗 令到这个私家地的业主不让他使用 令到他入不到车回家 当然了,行人入屋是没问题的 但就是这样令到他的价值大打折扣了 都因为这个是一个外籍的业主 他都已经离开了香港了 所以一直空置了一间屋在这里 里面的装修都非常之可以说叫残旧 所以新买家来说 我相信他一个锁费是要很庞大 所以其实经过西贡Fanky 和我们世纪有一期风之主的团队 我们将所有的村屋的问题 当然会披露给我们的客人知道 而我今次介绍另外三间的榫盘告诉大家 不会担心有路权的问题 因为有些的路权已经签出了 有些是不需要担心有路权的问题 因为是观路来的 一间也是位于我们的南山村 上次我都拍过片的 一间2100尺有成4000尺的花园 拍到如果在屋外和屋外 有成7部车 有私家泳池 现在业主只是2380万 是不是非常之逊呢 而第三间位于清水湾的小坑口村 一个条路非常之靓仔的 一间商务屋 连一个500尺的入契花园 价钱来说进一步调低到1480万 大家看看照片 装修都非常之不错的 可以放心去参观和选购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联络我西贡Fanky 和我们世纪有一奇峰专业的团队 我们区里面已经超过30年的历史了 我们也有四间的分行 分别是西沙路分行 西贡市中心分行 清水湾奥龙分行和银市湾分行 我相信我们资深的同事 一定帮到大家找到心头号之余 是一些安心的楼盘 多谢大家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